字幕視頻 大家好,我是Evillian 今集我會出發跟大家看看英國甚麼新樓盤 這次是我隔離完畢,第一天外出 所以很開心 而且這個樓盤也很受香港人歡迎 之前我家人的朋友問過我這個樓盤 也有網友叫我去看這個樓盤 所以今次就出發去查查理的新樓 由巴克里起 也在Gilford附近 看看是否值得買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一起跟我一起吧 這個樓盤位於英國南部查理的小鎮叫做Cranley 可能很多人都未聽過這個地方 因為是一個鄉村 但這個鄉村就不要小看 是英國最大的一個鄉村 而且是很近查理的一個大鎮 叫做Gilford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Gilford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但這條影片最主要是帶大家去看看這個樓盤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下一集再會跟大家去到Cranley 這個地方的市中心 High Street那邊跟大家看看 在尾部份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有甚麼好有甚麼不好的地方 究竟值得買嗎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記得在到最後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 你就不會錯過我 我接下來會多些跟大家介紹 英國不同的新樓盤 這個樓盤就很受香港人歡迎 為甚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有一對香港人 就買了這裏 然後就上了Barkley的網站 如果你想去Barkley的網站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故事 而且這裏的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如果他去Gilford的話就24分鐘開車 24分鐘也可以去到Sucksack里面的Horsham 40分鐘可以到Gatwick Airport 45分鐘可以到達希斯路機場 所以都很適合香港人過來移民 是很方便的 價錢方面也嚇我一跳 因為這個樓盤是Barkley Barkley的樓盤一般都是比較Premium 是這麼多個發展商裡面 算是最貴的一個發展商 它的價錢來講 真的是很相宜的 因為它在Surry裡面 一般都起碼要500-600K樓盤 但它的start的價錢 只不過是43萬英鎊 是由43萬英鎊至88萬英鎊 現在看到這間 就是我們要看四房的示範單位 總共是1470呎 是 semi-detached的單位 包括車房 我也知道很多香港人 一家大小移民過來英國 都很想買一間大屋住 因為香港大部份人都住在Apartment 所以來到英國想有一個全新的生活 這裡是很適合的 因為它由兩房至五房 它都是屋來的 兩房的屋都有851呎 我覺得算是很不錯 四房剛才提到是1400呎 三房都有1200多呎 我覺得Size來說Barkley是做得不錯 Size來說Barkley和Barrick會做得好一點 二線的發展商 例如Taylor Wimpy 一般它們的Size就會做得小一點 你看到廚房用品的 爐頭、七樓煙機、雪櫃等 都是包含Bosch的 另外所有的櫃子 所有東西都會包含 Barkley一樣做得很好 另外這個廚房很特別 就是分開了自己 自成一角 入門 你就不怕油煙會出去 但是這個的不好處就是 不能跟家人一起去煮飯 這個它也做得不錯 Dishwasher旁邊還包含Barkley 另外它有其他的Storage空間 和其他樓盤的一個不好處就是 它的雪櫃也是比較小一點的 我覺得四房來計 一家大小是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美式雪櫃 才可以夠裝好一個星期的存貨 現在你看到這個就是門口進來的廁所 WC是給客人去的 轉了就是這個廁所 旁邊就是剛才的廚房 另外再進就是客廳 其實這個是三層的設計 一樓有兩間的房間 一間的主人房 加上套餐 還有一個Family Bathroom 另外二樓有另外兩間的房間 還有兩個廁所 一共這間房間有四個廁所 另外二樓也有很多儲物的空間 待會就跟大家看看 進去的廁所就是長方形的設計 都是很光亮很舒服 French door 外面你會看到一個花園 我唯一覺得有一樣不好就是它的天窗 我覺得天窗是有兩個天窗 一般來說我看到Barkley或Barrick 都是有三個天窗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只做兩個天窗 但是這件事我就覺得可以再做好一點 你看到樓底都是標準2.5米 而且Garden的尺寸也是OK的 其實如果你覺得示範單位的花園小 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選屋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一些比較大的花園 當然這個價錢就會貴一點 跟大家上一樓和二樓看看 一樓一進去就是主人房和套廁 主人房是長方形的設計 有一個L字形很高的衣櫃是送給你的 衣櫃是燙門的設計 兩夫妻可以一人一邊都很方便 但裡面就沒有任何的燈光 主人房也是很闊落 另外那邊還可以放一個梳妝桌 還有有三個窗 光線都很充足 主人房的套廁就是我的最愛 大家看看 它是很大 是長方形的設計 一邊就是walk-in shower 另一邊就是可以浸浴 你能否留意到walk-in shower 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調温度的按鈕在後面 就不是在前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可以調了水 先去洗澡 這樣就不會濕透了 另外那邊就是浴缸 都是一般的長度 不會很小的 這樣就夠用了 浴室裡面還有儲物櫃 就可以放一些梳洗的用品 一樓也有boiler 在睡房外就不會騷擾到大家 一樓第二間房 也是正正方方的設計 也有三個窗 光線很充足 而且很闊落 可以放到雙人床之餘 也可以放到櫃 這邊可以放到櫃 另外那邊也可以放到衣� 最搞笑的是這個家庭浴室 你看 是不是剛才套廁一半的尺寸 還沒有walk-in shower 好像跟剛才的套廁 調轉了 怎樣也好 它也是有個窗 而且尺寸 都不是太小 都是可以接受的 跟大家上完二樓去看看 頂層進去就是一個廁所 又是一個浴室 你看到這個浴室 比較小一點 因為頂層的關係 會斜下來一點 浴室沒有那麼大 walk-in shower 都是小很多 比下面的浴室 但是呢 它做完是全身 不怕會發霉 而且也有窗 我自己覺得 星盤旁邊的發熱板 太窄了 因為 如果你發熱板 發熱的話 又要拿東西在旁邊洗臉 這樣 就有機會會燙 二樓有兩個商人房 其中一個 示範單位 做了一個study 給你看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這個就很方便 因為它有一個天窗 光線很足夠 而且裡面 還有一個很大的儲物空間 雖然斜了下來 像一個loft area 給你擺東西 可以放一些 例如聖誕樹 吸塵機 一些什麼雜物 都可以放在這裡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 如果剛剛搬到來 可以放一些行李箱 因為一般新的屋 很少儲物空間 所以這間屋 我都覺得算是做得不錯 另外一間房 雙人房 你看到也是很闊落 雖然斜了下來 但是你也不會覺得 空間感不足夠 而且有很開陽的窗 另外 也有一個小門 可以進去 有另一個儲物空間 女生又可以 用來做入場的衣櫃 也是很不錯 我覺得這間屋的好處 就是有很多儲物空間 Cranley這個樓盤 有什麼不好 就是沒有火車站 它的城市是沒有火車站的 最近的火車站 就要進去Gilford 比較大的一個城市 就是20分鐘車程 所以就不太適合 一些經常要出倫敦上班的人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可以在家裡工作 或者我不是經常要去倫敦的話 我覺得也是很好 因為這裡也有你生活所需 而且是比較漂亮的一個城市 我也覺得是值得過來看看 如果是值不值得買 就要看自己的需要 我自己來說 我也覺得是值得買的 下集會親身和大家 來到Cranley市中心 看看生活的配套 究竟有沒有好的效望 還有有什麼超市 有什麼店舖的選擇 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 按旁邊的小鈴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 我下星期出的新面 我們下集見 Bye Bye